大家好 我是马刀 今天分享名侦探柯南的第三集 偶像密室杀人事件 清晨一阵闹铃声在事务所里响起 宫腾心音 不对 现在叫江湖川柯南变小的第三天 对于能否发现黑衣人的线索 看着眼前的这位大叔 柯南深表怀疑 画面转到学校 柯南崩溃的听着大家背诵着惩罚口诀 但这家伙的魅力确实无话可说 这波有人主动邀请家好友 阿丽博士家里呢 柯南对于毛利的不作为有点着急 博士劝他别着急 要苟住 太活跳的话容易被人发现 并说小兰昨晚又来找新衣了 被他用了个牵强的理由糊弄了过去 但长远来说也不是个办法 说到这儿拿出了装备 柯南随身三大装备之变身蝴蝶结登场 虽然现在柯南吐槽 我将来用不上 但是他的历史地位你我都清楚 对于学校里想要加好友的这三位来说 真的是太拼了 大晚上不回家追到人家家里去了 刚巧毛利事务所业务上门 看表情就知道大人物啊 在客人上门时毛利竟然来了个今天供休不办公 但回过头的他振大了眼睛反应过来 那是自己的偶像啊 冲野养子 这位美女可是贯穿了本剧二十多年了 参考人物是昭和年代的超级偶像 南野养子 而青山老师也是他的粉丝 直面偶像的毛利直接当机了五秒 之后是飞速的跑入厕所 以媲美超人换装的速度开门出现 我想请问你家厕所里的花是干嘛用的呀 南野养子讲述起自己最近身边的现象 一身正装的毛利听到自己的偶像被跟踪后 是怒不可恕不可原谅啊 在旁边的经纪人搭话后竟然懵逼的反问 你谁啊 这家伙眼里只有自己心爱的爱豆啊 之后还利用植物便利 堂而皇之的要偶像签名 还提醒到是写给小五郎先生 准备出门时 小来二人也想近距离接近偶像 所以也要一起前往 再次收到警告 那就是到时不要打扰工作 在到达目的地后 毛利自己却被经纪人警告 不要透露杨子小姐在这里居住呀 但谁也没想到 汽车的后备箱里 这三位也在 偶像杨子小姐呀 这更加坚定了三人家好友的决心 看着窗外的夜景 三人感叹高级公寓就是好呀 开门准备邀请众人的杨子 惊声尖叫 不请自来三人组也上前查干 这是在场众人的表情特写 屋里躺着个死人 出警的是木木警官老朋友了 但此时的木木对于毛利 有着很深的成见 因为只要他参与的案件 就会像迷宫一样扑朔迷离 要我说呀 是有人转移目标吧 木木随口问道 屋子这么热空调调的真高呀 但杨子却说出门时应该关了呀 而柯南又没点B数的开始指点众人了 尸体周围是湿的 整气摆放的椅子有点特别 因为屋子里很乱 而迎接他的是这二位审视的目光 以及愤怒的铁拳 死者的死因很明显 背部的参刀是致命伤 木木问道 这是你家的吧 你认不认识死者呀 但是经纪人的表现就有点暧昧了 说离得有点远需要上前查看 但是你看就看吧 为啥还要假装摔倒呀 偷偷拿走点东西 偷就偷吧 还装不好 让柯南找个机会用脚给蹭走 结果发现竟然是投放 说实话 真佩服这哥们的眼力啊 木木说 浙世宗密室杀人 犯人就是屋主 看不下的柯南提醒 备用钥匙呀 有啊 在经纪人里就有一把 毛利破案了 犯人就是你 木木反怼 为什么不能是养子呢 毛利这大聪明理由太充分了 这么一位可爱又怜人的小姐 怎么能是杀人犯呢 只能说眼狗一个 而且面对经纪人的解释也不听 毛利的心思很简单 你是凶手 养子小姐就能洗清嫌疑 在眼狗的认知里 人丑别说话 这边柯南利用身高优势 在沙发角落里发现了一枚耳环 想要提醒木木 却被对方打发小孩一样的嫌弃 此时阿丽博士的装备就派上了用场 将声音调好 提醒木木耳环的位置 南野小姐说 这是他同事优子的 持则优子和他一同出道 二人还是竞争对手 听到这的毛利又破案了 就是他 去抓他 他就是凶手 这木木呢 也是个没主见的主 同意将对方带来协助调查 而此人按人心中所想 只能说 这俩就是卧龙奉出大聪明 而柯南觉得 线索极其 之后就是怎么组合了 这位美女到达现场后 当然是否认了 自己怎么会是杀人犯呢 他家里死人 当然是怀疑他呀 我一个头次进入这的外人 有什么关联呢 对耳环更是闭口不谈 甚至没等说完话就借口上厕所要躲开 而且态度十分强硬 我不是我没有别找我 期间还不忘威胁对方一番 媒体呀 最喜欢这类新闻了 之后 嚣张的笑着进了洗手间 但是柯南觉得不对劲 二人不仅背影相似 甚至为何对方能熟练的找到厕所和灯的位置 再次要提醒众人时 又被毛里吼 气得她的小迷妹 不美上前一脚 小兰轻声劝导柯南不要打扰众人办案 并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竹马新衣 出来后的痴泽由此 烦道的抽着烟 解释说自己根本就没来过这儿 但是柯南装天真给了线索 这么奇形怪状的摆劲 竟然是打火鸡呀 你没来过 怎么知道的 破绽 大破绽 这二位要是再不明白就白活了 就在他脚边说 自己朋友那儿有个一样的石 柯南又补刀了 我第一次来不知道厕所在哪 毛利就提问了 你咋知道的 不能解释的话 你就是凶手 因为你们竞争的关系 所以你有嫌疑 事已至此 他也只好承认 这个人虽然袭击了自己 但只是反抗的推开他 没有杀他呀 自己确实利用捡到的钥匙来过几次 但那只是为了长胆眼的黑料啊 而今天来的时候 这人尾随到这儿啊 进来后直接将我抱住 我是挣扎才跑出来的 这时警员上来汇报调查结果 死者滕江明义和南野养子是同学关系 心里绷不住的他只能承认 他们不仅认识 还是他高中时期的男友 这块有点大 木木认为是你现在工程明就甩了他吧 哪知刚好想法 是南方提出的分手 至此所有的线索出现经典三选一啊 但柯南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突然地上的凹痕引起了他的注意 地上的椅子 屋里的温度 尸体周边的水渍 再加上最后一环地上的痕迹 谜底揭晓 另一边小五郎也选出了凶手 经济人山岸 感受中年粉丝的愤怒吧 谁让你天天接触我的爱豆啊 柯南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怎么将想法说出呀 这边睡醒了的袁太要去厕所 而柯南为了破案 只能牺牲毛利大叔了 哪知烟灰杆正中袁太 但又气死牛顿般的飞了回来 沉睡小五郎初次登场 柯南这边赶紧调试声音 之后就是开始解谜 首先声明 现场的三位 全部是凶手 因为死者是自杀 用冰块将餐刀竖起 屋里的空调调高温度 手里握着南野小姐的头发 而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 对方还深爱着你呀 杨子小姐 你们二人的身材背影都很像 所以在被幽子小姐 误认为歹徒后的表现 让她深感绝望 并将极致的爱转化为恨 而且当初也不是她甩的你 估计是经纪人做的碎 根子还在你这儿啊 毛利大叔是慧眼诗人 突然又有线索带了上来 死者家里的日记被发现 证实了柯南的猜测 对方一直爱着杨子小姐 也就是说 这是一场因为误会 谎言加偶然叠加到一起 所引发的悲剧 沙发上 毛利大叔被烟灰烫醒 而木木兴奋的过来赞美着毛利 我对你刮目相看呐 大侦探 但是这第一次的合作 让柯南给累坏了 而这三位感受到了柯南身边的快乐 一定要加对方好友 街上 小兰敬佩的看着杨子小姐的表演 发生了那样的事 她还能马上站起来 但自己呢 这几天因为新衣的失踪 快要撑不住了呀 柯南若有所思 晚上 小兰还在担忧新衣的安危 突然电话响起 对方竟是新衣 为了不让小兰担忧 她便生打来电话 做了一番解释 让这个女孩不再那么悲伤 并下决心早早解决 告知对方自己的新衣 好了 本集结束 做个总结 死亡人数加一 三集死了三个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会一级一级的做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